各位午安 午安 吃飽飽,不要睡了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其實是講魚塘 很直接的,我一講就講魚塘 魚塘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見到一層層水 怎麼分開魚塘呢? 我們今天講的魚塘 其實是專門講養殖淡水魚 給我們食用淡水魚的魚塘 其他有魚的塘,我們今天不講一次 什麼叫魚塘呢? 這裡就有很多幅 哪一幅是魚塘呢? 看不看到哪一幅是魚塘? 找到可能有獎品的 中間一個幅 中間最底 原來這裡沒有一個 雖然有些水,有些糖薄 這裡全部都不是魚塘 有些是水田,有些是水塘 這些是水塘 這裏大家都知道是哪裏 公園 演蹄之路 魚塘究竟是怎樣的呢? 現在我們就給一些不同形態的魚塘 大家看一下 在我們講魚塘裏面 其他東西之前 這些是很正常的魚塘 放滿了水 現在在裏面養魚 還有,我一直在講魚塘的時候 大家不要以為在魚塘那裏是見到魚的 如果大家今天,或者你們遲些去魚塘那裏走 或者你們以前在魚塘那裏走 你們走完整個魚塘,走完整周 你都見不到魚的 因為魚塘的水 和你家裡的金魚缸不同 金魚缸養的魚是用來看的 但魚塘養的魚 它是用水肥 容易養大些魚 用來吃 所以魚塘的水 就不像我們金魚缸那樣清澈 多數呢,除了它跳上來 如果不是,大家都不會看到魚的 在魚塘那裏 那裏是很正常的魚塘 放滿水去養魚 那裏也是一些不同形式的魚塘 那裏呢,我特意拿這張 又翻 整天按錯 這個這樣的氣泵 就是有別於我們平時見到的這一種氣泵 這種氣泵就是在水面打起水面 打起水花的 這一款呢 就是用一個 反而這個是復古的 因為很久之前 幾十年前是沒有這個氣泵的時候 他們是用水泵 將水泵上天,跌下來 原來現在又流行用這個這樣的方法 也是泵起水,跌到魚塘那裏 讓空氣可以容易溶到水那裏 另外有一些自動頭鳥機的魚塘 那這些自動頭鳥機呢 就會定時定量,定位 去餵那些魚的 那些魚呢 那些魚呢,定時定後,定量地吃呢 就會快大些的 好,這個就是半乾的魚塘 有很多報道說,很多魚塘都沒有養魚的 很荒廢 但其實 乾水或者半乾水 其實是整個養魚的運作其中的一環 好像這個這樣,你看到漁紋 是否落了水那裏 其實它在那裏準備一些魚網或者其他設備 準備是要來收魚的 這個也是半乾的魚 這個就比剛才那裏再乾些 好了,這個已經是乾到落底了 因為在養魚的周期裏面 它又放些魚苗下去,養大它 都適合時間,賣光 好了,其實魚塘底那裏 它們都要清潔一下,消毒一下 那它就趁這個賣魚的時候 將所有魚刮清了,將水泵走 然後呢,向太陽呢 就是從糖底那裏消毒一下 或者有時候它們要維修糖的時候 那它們就再放久一點 晒硬一點的糖底 找產泥車去產了 反起糖底的泥 或者是將糖底的泥堆回四條坡 那些叫做產糖 那再有的呢 就是再看到底的時候 我們會見到很多露料 在糖那裏找食 那這個就是魚塘 為什麼對生態這麽高價值的其中之一 那大家見到這個就是乾曬糖 已經曬硬了,曬硬了那個產泥車 那個產泥機可以到糖底那裏 做這個產糖維修工作的 這個就是夜晚的魚塘 通常那些魚民刮魚 就是他們收魚就會是夜晚10點 11點12點的 因為他們如果這個時間 他們刮魚的時候 他們1、2點去到魚欄 4、5點就車出街市 那早上7、8點我們街市開的時候 就有最新鮮的魚 如果我們在早上刮 在下午刮的時候 那你捱到明天的時候 可能很多魚是頂不住的 會死的 所以最新鮮的就是 原來我們買了最新鮮的魚 就是因為那些魚民 就是夜晚11、2點刮魚的 有沒有人看過夜晚刮魚的 有些有的 因為參加過一些特別團的 原來魚塘 我們見到它沒有什麼遮掩 但是間中我們會見到一些魚塘 它是會有蓋的 因為那些魚民在近十幾年 他們嘗試養不同品種的魚 但是不同品種的魚 它可以抵受的低溫是不一樣的 如果他們遇到一些魚 可能是六、七度 五、六度 那時候已經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在魚塘上面 準備了一些這樣的醬膜 在膠外的時候 如果你的醬膜遮著風 那些魚就不會那麼容易死 好了 還有很多鳥的魚塘 其實這個不是真正養魚的塘 這是一個荒廢的魚塘 所以沒有人理會它 但是裡面有很多魚在這裡 每年冬天這個堂 我都見到有很多鳥在這裡賺食 好了 我們說香港釀魚 究竟香港釀魚 現時來說 香港釀魚的地方在哪裡呢 主要是集中在我們新界的西北面 大家有沒有人認到哪裏是哪裏呢 講得出給他一個獎品也好 第一張 第一張 這個位置 是錦秀花園 誰感受加州一望打盡 到外面那裏就是大生圍和甩州位置 然後這個是新田 風樂圍在我們公園後面那裏 米埔就是米埔保護區 外面那裏是有些魚塘在那裏 這幾大區就是現時香港 新界西北最集中養魚 和養魚最多的地方 好了 講一下香港何時有開始養魚 其實香港養淡水魚來賣來吃 來賣呢 吃就可能很久了 賣其實就不是很多 不是很久了 一九三幾年四幾年那時候開始 其實到現在都是六七十年的時間 我們找找找 我們也找過很多 在圖書館就找到 原來以前他們養魚呢 紅色不間鑽 這裏可以見到 風水 Point Mouch 就是那些護城河 原來頭頭那些人養魚呢 就是那些 祠堂門口的風水塘 或者那些護城河那裏 就放些魚苗下去養 那些魚苗當然也會養大 養大了 都不是拿去賣的 那些年尾的時候 那些村裡的宿伯兄弟 就分了來吃 因為如果你不把魚 在護城河 或者那些 風水塘那裏 那裏 生蚊生夜 是吧 那他就放了下去 頭頭不是真的想要來吃 那些養大了 或者多了的時候 就拿來吃 那這個呢 就是 不是商業性的養魚 那現在其實還有些遺跡 那這幅就是粉鱗圍 外面那裏 雖然現在就變了石屎博 但是他那個形 仍然在這裏 這裏是吉慶圍 很久以前的樣子 現在吉慶圍這裏已經是 再收窄了 已經變了一條坑渠 變了鋪了磚底 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好了 原來有紀錄香港養魚的 就是1940年左右 在香港 不是香港 原來旁邊那裏 有一條村 叫山貝村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經過山貝村 那時候 就是我們去南生圍 搭那隻橫水道的時候 那裏就是山貝村 那時候他們開始養魚 這個是山貝村 其實他們就在他們周邊那裏 開始發展他們的魚塘 然後那時候 如果以1950年的地圖來看 橫洲那裏都是 魚塘 南生圍都是魚塘 大家知不知道綠色這裏是什麽 綠色的位置就是我們搭橫水道的位置 我們現在這裏變成了採葉亭 然後在這裏走出去 就在這裏過海了 好 再去到十幾二十年後 到五零年六零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有很多大陸的移民 或者有些需要 就來了香港 當然也有很多人 出了市區做事 也有很多人留在新界那裏 看看有什麽工去做 或者有什麽事情他們可以做 而這裏 去了新界西北那裏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在珠江 那裏沿著珠江 一路下來的 他們可能 是順德、中山、番茹那裏 那裏下來 那裏那裏 他們在家鄉那裏 其實他們是 祖輩、父輩 其實那裏已經是 一直在養魚 那裏他們懂什麽呢 他們懂得養魚 那裏他們呢 要是他們找事做 如果不找事做 自己要搞些事的時候 那裏搞什麽呢 搞回養魚 他 架輕就熟 所以在五零年六零年的時候 就開始 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在海邊那裏 就是 遺痕 這個是風樂為 以前的位置 五零年的樣子 他一直一直 其實呢 在這裏 海這裏 沒有東西這裏 他在不同的時間 他一直一直 遺痕去做了更多的課 出來的 南生圍這個位置 大生圍這個位置 米埔 米埔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做了很多這些 機圍出來 要來養魚的 初初這些 不是魚塘 他們最初做的時候 圍了這個海 其實那個地又鹹 他們又有些 豆口 讓他們入水 他們其實現在 是做一些 鹹淡水的養殖 有些鹹淡水 都適合的魚 比如烏頭 那些 也有蝦 我們 販子的幾圍蝦 都說生對蝦 之外 那類的東西 就在糖 那裏 在機圍那裏 那裏 但是 去到後期一點 因為那個 珠江的水 就沒有那麽漂亮 那些蝦苗 魚苗 就少了 或者不漂亮 那時候 他們 都要生活的 他們就開始 將那些機圍 就不要引海水進來 我們關上它 不要再 要外面的水 然後我們自己放些魚種 然後去養 慢慢慢慢就變成 我們現在的魚塘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 現在我們見到 最齊整 最有代表性的機圍 這個地方 就是 現在的米埔保護區 那這個 那你會見到 那些機圍是長形 一個一個 這樣向著海的 那你會見到 這裏一大片紅樹林 那些大片紅樹林 那些大片紅樹林 其實不是說 一開始就有的 這個也是近幾十年 才生到這麽大片 當他們做這個機圍的時候 其實他們那裏 那裏的機圍 這些邊 通出海這個邊 其實都是對著海 就不是對著那一堆紅樹的 那就去到 剛才說 那個 那個 因為那個 珠江 那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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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乾淨的時候 魚苗 蝦苗 都少了的時候 那他們就開始 轉了這個機圍 變成魚塘 那大家會見到 還有機會留下的 就是 米埔裏面這裏 全部都是這樣長型的 那剛才大家會見到 這個甩州這個位 其實都是長型的 只不過它現在斬開了 變成魚塘 大家是不是都見到 還有一些行器在那裏 一行行 那些就是機圍的痕跡 那機圍那裏 截斷它 由一個機圍 變成三四個魚塘 那這個就是全盛時期 七九尾 七零年代尾 八零年代頭的時候 這個就是 由米埔一直到天水圍 尖被咀的圖 那這個地方 這一堆 我現在跨著這一堆 整堆這一堆 就是現在已經填了 變成天水圍人住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濕地公園的位置 我們現在在這裏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由圖就變了 相 那大家會見到這一個 是甩州來的 那你還會見到 是一行一行這樣 但是就切開了 好 好了 那到這個 由基圍 慢慢變成這個魚塘 那魚塘現在又養什麼呢 那去到 約10多年前 到2000年左右 那他們又發現 原來我們將魚塘 就養鹹水魚 原來有些鹹水魚的價值 就比這個淡水魚高 那就有很多 這個原本是淡水的魚塘 就慢慢就改了 就是要來養這個 鹹水魚了 鹹水魚有些什麼呢 譬如黃立倉 黃居立 沙巴龍躉 金谷 和海蝦 和養蝦 那你見到這幅圖 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來的呢 一代代 什麼苗 都中了 蝦苗 有人中了 蝦苗 那他在堂那裡養蝦 你見到漁民那個女人在放蝦苗下去 你知不知道一代有多少 一隻 原來一代有1萬隻 這裏我數過了 有130代 即是說他的堂 那個堂不是很大的 中篇小 就是少於一公頃 原來他已經放了130萬隻蝦 不過不是每隻蝦都會長大 這個堂是鹹水的 這個堂也是鹹水的 還有我們在日米埔那條路 向教育中心走的那個位 你看到那些堂切得很小 那些都是偏鹹的堂來的 最悶這張 因為全部數字 其實我們香港養了幾多魚 這裏就有些數字 這些數字 其實這些數字 沒有一本書寫得完全的 因為不同的人士 不同的部門 他有自己的統計方法 所以我就是把很多不同的數字 約莫拉一個最近的數字 在50年代的時候 原來養魚的面積很少 只有200也不及 只有190公頃 但到全盛時期 在70年代尾的時候 你看看 差不多多了10倍 有2000公頃那麼多 但到全盛時期之後 一樓一樓跌了 跌到90年 去到2000年的時候 就約只剩一半 70年的時候 2000公頃到2000年的時候 只剩一千公頃 其實 少了在哪裏呢 少了很多 做了貨櫃場 做了車場 維修 貨物轉運站 住宅 感受沒有了一大部分 加州沒有了一大部分 最強的天水圍沒有了400 這個總共沒有了1000 沒有了1000 沒有了1000之餘 原來整個 一個天水圍已經沒有了四成多 已經沒有了400 大家知道一公頃有多大嗎 一公頃就約莫大於一個足球場 因為中國的足球場是一百成十米 一公頃就一百成一百米 二千公頃就當它是二千三四個足球場 究竟我們那些漁民幫我們養了多少 魚出來呢 我們找個最高峰 九零年代的時候 原來就供應了六千多公斤 你看到一開始跌了 一跌跌到二千年的時候 十年時間 一九九年 十年時間 原來跌了一半 又很正確的 那時候最高峰的時候 去到最後二千的時候 我們養魚的地方都是少了一半 當然養魚的技術是有不同 令到它的產量也會有不同 去到去年 數字只剩下二千三百公噸 又有沒有人知道 究竟他們養的淡水魚 夠不夠我們消耗呢 我們不說鹹水魚 我們說我們香港人吃淡水魚 這裏夠不夠供應我們香港人需要的淡水魚呢 那就佔多少成左右 我們可以支持這個淡水魚 咦? 答到了 原來我們吃十斤淡水魚 原來九斤在大陸來的 一斤才是香港養的 原來香港養的淡水魚 是供應我們淡水魚的市場 那些漢文有十一二個percent左右 就當它一成吧 那就是我們全年消耗二萬多公噸的淡水魚 好了 一眼看下去 每個都是魚塘 但如果那些漢文一看下去 他們就知道 是甚麼糖打甚麼糖 好了 那究竟魚塘有多少類呢 原來有淡水魚塘 有機圍 雖然現在 我們經常說現在沒有了機圍 除了米鋪裡面 那裏有幾個 在保護區裡面有幾個之外 那就沒有了機圍了 其實也不是的 其實機圍還有十個八個 現在仍然是有 不是很商業 但它是有運作的 還是有這些機圍在這裏 分開有淡水塘 有機圍 有魚苗塘 看看魚苗塘 見不見到 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 這裡特別有幾個 小了的 小了的塘 在這裡 魚苗塘 顧名思義 第二就是要來擺魚苗 因為那些魚就是冬天尾 春天頭產卵 枯化成魚苗 如果我們養的魚 通常就是在秋後 或者冬天的時候收盛的 那究竟是否代表我們全年都沒有魚吃 是冬季才有魚吃 其實我們春天也可以有魚吃 夏天也有 秋天也有魚吃 如果我們夏天在糖裏刮了魚 那糖又怎樣呢 難道等等等到明年春天有魚苗 才放魚苗下去養 浪費了糖 在那裏吐白 吐了半年 原來他們就會在一些 魚苗糖裏 尺寸較為小 因為我們不要給他那麼多活動空間 或者他見到 今年或者某一做的魚苗 價錢便宜 好 他買定了 就放在魚苗糖裏 大家聽過魚不過糖不大 原來真的 因為他們控制他的食量 即餵他的治療 和限制他的空間 那些魚苗 整年都有三分之一支牙籤 整年他都不會大到手指 如果他們遇到一些糖 是在一年的中段刮空 賣光的時候 他有糖空 他就可以在魚苗糖那裏搬一些魚苗 去那些空糖那裏養 讓他不要浪費了糖 當然在近海那裏有些鹹淡水的魚苗 還有在河那裏 其實可以找網來圍一些地方 這個其實剛才有一幅照片 是有天水圍 整個都是魚苔那一幅照片 其實中間那裏有一條河 其實那條河不是單是一條河 那條河近鏡拍攝 大家會見到這一堆東西在裏 其實魚苔除了四邊有條坡之外 其實他們可以在河那裏圍幾層網 一層是不保險的 四層五層圍幾層網 一定是比做條坡方便些 圍了之後一樣可以在這裏釀魚 再有後面的鹹水塘 就是將現在的淡水塘 然後它變成鹹水 然後在這裏釀鹹水魚 其實那些大家如果去過大生圍 或者是米布裏面的那些塘 其實它離開水 現在的水很軟 那那些鹹水是怎樣泵進去的呢 原來它們是不用泵的 原來那些地方的魚塘 其實在一百年前 那裏全部都是灘塗 下面根本就是鹹的 那它們轉下去其實不用轉很多 轉30呎左右 那其實已經有鹹水了 30呎有多少 30呎就是若莫 一間村屋那樣高 那它們的井 掘30呎下去已經有鹹水了 那它們呢 就是在那裏找些鹹水 要來養它們的鹹水魚 好了 最好玩這個 現在我們最常見的淡水魚是甚麼呢 烏頭 烏頭 只會烏頭 中了哪條打哪條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 聽就聽過 四大家魚 其實四大家魚 就沒有甚麼代表性 甚麼叫四大家魚呢 又沒有定義的 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間 四大家魚也是 三天少太多 五天多太多 順口說 四大家魚其實沒有甚麼意義 因為大家各個地方都不同 好了 但是 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 現在我們 那些漁民養甚麼魚呢 就有特別了 漁民養甚麼魚呢 現在 就不關那些漁民的事 原來漁民養甚麼魚呢 就關你們的事 因為你們想吃甚麼魚 是吧 它養了那些魚出來 都沒有人買的 如果 大家 三十多四十歲以上 那些 好像我那樣 以前有一道菜 那些菜 就是所有酒樓餐廳 大牌 一定有的 薑蔥屈里 是吧 但現在這個 消失了菜牌 有多少 十幾二十年 不見過這個菜牌 有這件事了 原來 以前香港的漁民 是有養 鯉魚 但因為大家的口味改變了之後 我養了都不太好賣 沒有甚麼人買 所以現在就沒有養鯉魚 街市就算有得賣的 可能是入口的 因為 譬如過年 或者做生意要拜神 那些 它是要找一條鯉魚來拜神 所以到過年 或者過時過節的時候 他們就會進口一些鯉魚 現在香港的漁民在養的是 大魚 大頭魚 那些種魚 專門吃個頭 它在街市那裏 你見到魚身很便宜 它賣了頭 它已經有本有利 整個魚身 幾斤重 都是十多元 就賣給你了 因為那些肉不夠 還魚 也不好吃 香港有養鯉魚 這個就是元朗的名牌 元朗烏頭 不過它太名牌 所以無論你在任何街市 那些人賣烏頭都叫元朗烏頭 剛才都說過了 香港養到的淡水魚 是佔我們食用的淡水魚的十分一 怎麼可能全部街市都叫元朗烏頭 當然有些是叫錯 可能它不小心叫錯 我沒有說它騙人 它不小心 因為這個烏頭 其實它最初的時候 它都是在香港的周邊 因為香港幾邊都是在環水 而且它在河口產卵 很容易捉得到它 而且它抵受這個鹹度的改變 能力都挺高 所以如果我們養了它入魚塘 或者養了它入基圍 那個鹹度有改變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太過影響你的烏頭 都養得大 還有這個鯉魚 香港以前也有養鯉魚 但現在都是因為少人吃 所以沒有養 鯉魚多數都是入口的 鯉魚和福壽魚 福壽魚其實就是其中一種魚 不用買魚苗的 因為它太粗生 而且生得太快 而且它也太難死 想它死其實也很難 剛才那些就是淡水魚 現在香港的魚塘裡面 特別是一些已經轉了去鹹水的魚塘 就會有養 又說兩條聽聽 龍蛋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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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鼓 金鼓 藍草 有大龍蛋 有龍蛋 有龍蛋 這些就是香港的鹹水魚 多數都是養這幾樣的 剛才我看到養蝦旁邊那裡 整個網都是黃鯉鯉 你知道他們養這些黃鯉鯉 黃鯉鯉鯉 除了買到街市 還買到哪裏呢 原來還買去釣魚場 在佛山釣魚 為何你每天釣魚 都還有在那裏呢 原來他們都要買魚 丟久 也有很多魚塘 他們養這些魚的時候 除了買去街市 就買去釣魚場那裏 給你們 告下守人 金鼓就是 我記得應該就是 最早由鹹水 在海那裏 拿上陸地養的一種魚 有些人喜歡吃 因為它的肉是苦的 有些人喜歡吃 有些人不喜歡吃 好了 也有養蝦 這是剛才那張照片 一袋裏 你會見到 有一萬隻蝦 養人就吃奶粉 養魚就吃甚麼 魚就吃甚麼 麵包 麵包 好 玩魚 玩魚吃甚麼 主要是吃草 另外有個名字叫做草魚 草魚 玩魚 草玩 都有人叫的 大家會見到 魚塘那裏 四邊都做滿草 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就切一幅 然後 然後 全都放進去 過幾天 又再切一段 一段 一段 切 切 割完之後 一個多月 又回到 那些草已經生出來了 又可以割下去 又可以用來餵魚 除了草之外 我們還餵些甚麼給魚吃呢 就是左手邊 見到草地上有些黃色一堆的 這一堆 就是豆渣 我們做完豆漿之後的黃豆渣 這邊黑黑黑黑黑 都是黃豆渣 不過這個是做完豉油之後的 就是黃豆渣 他們兩人都吃的 好了 有些麥康、谷康的東西 餅乾 那次帶了小孩去大生圍 見到他們餵餅乾 餵甚麼餅乾呢 是檸檬夾心餅 不要說 這個也是威化餅 不過這個威化餅 是成為麻雀桌 那麽大的 它闖到那些頭頭尾味 餵檸檬夾心餅 那小孩多有想像力 哦 即是媽媽蒸檸檬烏頭 就是這些 吃這些大的 他多有想像力 原來那些烏頭吃了檸檬夾心餅 就不用下檸檬蒸 就這樣蒸到檸檬烏頭 那就是花生枯 其實花生枯 以前都普普通通價 都不是貴的 但現在不知為何 可能人們少吃花生油 吃了低種油 所以花生枯 少少價錢高 以前都是其中一種很主要的資料 現在就少了下 但也有下 當那些烏頭就快上市的時候 就快上市之前的一兩個月 他們就放花生枯內給它吃 吃完之後 就是我們蒸烏頭出來 整碟黃油那些黃油 如果那些烏頭是沒有吃花生枯大的 那蒸完出來都白了 但如果它是漂亮烏頭 它蒸完出來之後 整碟都是黃油來的 那條烏頭又向著 是香香 本港養的機會又大些 這堆是甚麼呢 殘斗 殘斗 這麼好眼 我都未出字幕 殘斗爺給誰吃呢 原來殘斗 就是脆肉幻的治療 其實那條鱗魚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條鱗魚 在它養到快要準備上市的時候 之前四個月左右 三個月或者五個月 就給殘斗它吃 吃它三四個月之後 它的肉就會硬了 看看你想吃到多硬 有些就吃 好像我們香港人 他們的魚丹說 香港人要吃硬一點的 脆一點的 要成九成的 在中山那裏 我們上去跟漁民說 不用了 有些人太硬不吃 七成左右就頂籠了 六七成這樣 看看你餵殘斗 就餵殘斗幾長時間 吃殘斗 以前你們聽回來 或者想像到 那些被一個很大的水流 不斷一夜一夜 吐著它 讓它不斷游 游到好像李寧那麼大隻 即是假的 有很多都是假的 麻英捉雞仔 剛剛騙了我們 麻英不吃生歐歐的 麻英捉雞仔 是不是騙了你們很久 好了 醋肉眼的治療 還有一些人工合成的治療 剛才大家見到有治療機 那治療機 你不能把那些東西放久 要一粒粒的東西才放久 你不能把那些豆渣久 所以就是一粒粒的治療 就倒入那部機 定時定後就會飛出來 現在勉強 就是我們在魚塘那裡 若莫見到一些魚 如果不是他走上來吃這個治療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魚塘裡 其實都很難見到有魚 還有剛才那些 還有即食麵 在魚塘裡頭頭尾尾 收起來之後 把它打碎 變成粉 然後就可以下去餵魚 還有麵包 麵包皮 那些魚塘 那唐呢 用了那麽多年 會污糟的 因為那些魚 就 會瘦瘦瘦瘦 瘦到唐底那裏 那裏 講多一件事 就是 剛才講那些 那麽多種淡水魚 其實呢 在一個唐裡面 他們會同一個時間 是養了那麽多種魚的 玩魚、大魚、烏頭、蜘魚 那麽其實呢 這個是他們 養魚的一個智慧來的 因爲那些玩魚 它就喜歡在水面一點 大魚 那類東西 它就喜歡在中層一點 烏頭 它就是低層一點 其實你說 那些魚塘 都是只有十尺八尺深而已 那裏 他們喜歡從哪裏便從哪裏 但 理論上就是這樣 而且它们的食性是有关联的, 幻如吃完草之后, 就摔了一些脖子出来, 原来那些大羽是类食性的, 总之一样吸收一些东西, 然后就过滤了, 然后找它的食物。 也有些, 就算你扔些资料也好, 或者吃草也好, 一定有些东西掉到糖底, 也有些金山漬、烏头, 就去吃糖底那些东西, 但最后来, 都要摔了一些糞子出来的。 好了, 大家有没有说, 现在是少一点的, 以前吃淡水是没得泥味的, 原来呢, 不要先摔头, 原来是另头才对。 那些原文说那些不是叫做泥味, 那其实它说就是糖底那些泥, 令到, 不是那些糞子, 那些糞子令到那些乳变成这样的味道, 所以它们就在两三年, 就算最多三四年, 它们会趁一次刮雨的时候, 即是它收成的时候, 将水泵清光, 然后呢, 用个太阳晒干它, 晒到硬的时候, 就可以落个产危机, 去产起糖底那些, 泥啊, 糞子啊, 然后, 堆上去钩那里, 做几条钩, 然后呢, 亦都产干净的糖底, 或者, 翻一下糖底, 晒一下它, 消毒它, 然后呢, 那些鱼呢, 又快大又漂亮了, 那这个呢, 就是它产糖的时候的样子, 大家有没有见过? 所以你见到, 有时候有些糖是干了, 或者是它在剷东西, 我们就不要一句话下去, 荒废如糖, 其实不是的, 糖干了, 其实是养于一个正常的周期, 其中一环来的, 加固啦, 回到啦, 消毒啦, 改善水质, 剷完糖之后呢, 他们就会落一些, 茶仔, 就是我们洗头的茶仔粉的茶仔, 完全是那些东西来的, 那就去过, 审落糖底那里, 去杀菌, 然后再会落一些石灰下去, 石灰, 因为那些糞, 就算你怎样产生也好, 其实呢, 令到糖底, 那些泥, 是会是酸的了, 那就落一些石灰下去, 中和它, 有没有见过那些这样的场面呢, 就是, 产完糖之后, 沈石灰, 沈石灰, 就到这一个, 放回水的时间了, 好, 他一放, 就不是放满它的, 放一两尺左右而已, 然后呢, 放几条鲜头部里内, 放几条鲜头部里内, 放几条鲜死地内, 看他死不死, 如果, 不死, 明天他还不死, 养领日也不死, 即是说, 你教水, 教那个酸简, 那些茶仔已经全部烧好了, 就可以继续放水, 继续放月苗内, 但如果不是, 放几条鲜头部里内的时候, 然后, 死归了, 那时候, 你就要看看, 究竟是酸的, 又是减的, 那些茶仔, 没消息的效力了, 大家见到这个情况, 就是他刚刚试水的情况, 这个就是花生枯, 花生枯有两个大作用的, 第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说试水的时候, 如果试的水, OK了, 没问题了, 酸简到对的时候, 他都还未放鱼苗次, 因为, 如果水那么干净, 清澈见底的时候, 鱼养不大, 鱼养不肥, 他就先放花生枯下去, 放花生枯下去, 等它有些微生脈可以在那里生, 再等多一会有些组类在那里, 的时候, 就适合他放鱼下去, 来养了, 好了, 鱼塘呢, 其实, 在我们的湿地里,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 湿地, 鱼塘是其中一种湿地, 大家也会看到, 几个不同样的, 不同情况之下的湿地, 左上面是封罗围那里, 下面已经放了水的一些糖, 在鱼塘呢, 你会看到很多, 鱼塘在那里, 右上角的候鸟露池都回来了, 还有呢, 在这个鱼塘的, 除了水可以为渔民带来这个鱼的收益之外, 这样, 它们都会在糖博那里种很多东西, 龙眼荔枝黄皮, 香蕉, 大树堡, 芒果, 这些是它们最普遍会种的东西, 以前, 它们是会用来买的, 这是它们很重要的收入之一, 但现在, 多数都是要来自己吃, 或者应酬亲戚朋友都不够, 这就是顺德的一个地方, 十几年前, 那边政府就有一个规定, 就是鱼塘和种植物要一比一, 就是你开一公颈的鱼塘, 就要在隔壁有分一公颈的种植物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 好像种植物比鱼塘更多, 这是当时的比例, 这是什么来的? 以前, 它们会有桑基, 果基和借基, 就是它们种桑树, 养蚕取丝, 会种生果和借的, 很多以前的村落村庄, 其实借是自己种, 自触自己准的, 现在当然很少这些, 唐当然是买, 现在他们的唐博, 他们种什么呢? 现在种了一些稳钱一点, 种花, 种菜和杂基, 杂基就是说, 当时有什么兴的, 有什么赚钱的, 就立刻种那些东西, 叫做杂基鱼塘, 以前那些桑基鱼塘, 果基鱼塘, 那鱼塘呢, 大家会看到, 现在这里, 全部都是, 下面那里, 我数过的了, 有八百多只, 因为我去数, 八百多只, 原来它就是给东后鸟, 一个很好的棲息的地方, 和一些过境, 千里鸟, 大家会看到, 如果那些过境鸟飞到来的时候, 或者东后鸟飞到来的时候, 受慢慢体药, 如果我们这些鱼塘是没有, 或者是后凯湾那里没有, 这样的支援给它们的时候, 那其实它们都, 应该过不了东的了, 和后凯湾鱼塘区那里, 亦都是在, 亦都是这个, 拉姆西湿地的范围, 亦都是这个东亚澳大利亚千菲路线上面的, 所以亦都是很多人看着, 我们这些这样的鱼塘的, 好了, 鱼塘除了鱼之外, 其实它亦都支援很多东西的, 蛇, 龟别, 这是水鱼, 这是水鱼, 青蛙, 雀仔, 暴雨的动物, 青蹄形火虫, 其实这些,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在鱼塘那里找到的, 就是说鱼塘除了养鱼之外, 其实它是支援着, 很多这些这样的动物在这里生存,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鱼塘的时候, 其实, 很多这些这样的动物, 也都可能慢慢慢慢少, 甚至是会绝种的, 好, 其实, 现在我们, 淡水鱼养殖业, 面对着什么的威胁, 其实, 大家会记得, 刚才我说的时候, 最高峰养鱼的时候, 70年到尾, 80年代头的时候, 那之后, 为什么会慢慢少了呢, 原来就是,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很多大陆的淡水鱼来, 在价钱竞争之下, 香港那个, 因为我们又要真材实料, 所以淡水鱼的价钱, 都是不够大陆的坚持的, 所以, 亦都是被这个, 这个大陆的淡水鱼, 就佔了很大一部分的市场, 好, 较为少, 这个新人入行, 但不是没有的, 是有的, 只是少一点, 如果我们一零说, 没有年轻人, 这个也是错的, 较为少, 刚才说过很多, 土地改变了用途, 例如做这个, 拆柜场, 车场, 修车场、建屋 这些令到鱼业受到威胁 另外,如果说淡水鱼来说 因为被一些咸水鱼侵蚀了一些 因为咸水鱼的价钱高一些 所以养淡水鱼的人 如果他有机会有技术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改变了去养淡水鱼 好了,保育鱼堂的生境 鱼堂近海湾有一部分是 立入了拉姆西湿里或者是善用区 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IBA这个地方 IBA就是Important Blood Areas 香港有两个 一个就是大报教城门 另一个就是完全落入了 我们刚才说的新界西北鱼堂区 所以鱼堂的重要性 原来香港两个重要了区 其中一个就完全跟我们的鱼堂区是重叠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很复杂的东西 不过也要说一点点 为了我们 刚才大家都听过 鱼堂除了是养鱼给我们吃之外 其实鱼堂里面是否支援很多东西 昆蟲、雀仔、保育率物 我们希望少一点鱼堂 退出这个养鱼行业 就是说我们希望多一点鱼堂 多一点鱼民留在那里 不要去改变 或者放弃它养鱼 我们就有些方法 希望它考虑鱼和不养鱼之间 它考虑留在那里养鱼的乘数高一点 我们包括和他们合作去管理鱼堂 还有我们会宣传香港人吃香港鱼 或者我们也会去宣传 令到渔民的地位提高一点 我们也会带多些人去鱼堂区 去认识这个养鱼业 渔民的生活 从而希望提高一些渔民的 自我良好的感觉 然后希望可以鱼堂的面积 不要减少得那么快 从而希望其他的生物 都可以利用到这一个这样的鱼堂 那这里小小幅广告 我们未来会有新界鱼堂节 有其他鱼堂的活动 如果想它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一直在无法发展 我们可能会去�邀会村寻经 訴訟 不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